你又丢了 丢了干嘛 让阿姨买的谁吃那个 我拿回去给老爸吧 老爸可能有时候不用那种 可以 你不要我跟你去吗 不是让干嘛说来接 可能这几天 是不是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 他说 车流量大 不属于正常吧 现在春节期间 是吧 发工这些水很正常 他可能想过来 家里看看吧 你不要我去行不行 安排好没有呢 他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家里也有事吗 这几天 在行上记得很快 你不能说过呢 没拍视频的又是这个 这身体不好拍 所以不拍 没关系 这两个人身体不好 是吧 大过年了 去 打过这些事情 挺好的 然后检查 几天 他安排了两天 两天 搞好了之后 我要接你 好 开车来坐动车 坐动车 到时候看吧 还有个事情 问你 什么事 经理人就是说 在家休息 是吧 嗯 他就安心在家里 把身体养好 是吧 人没有生机 什么都没用 嗯 就跟你说了 你再多钱 有什么用呢 不怕我们也没什么钱 把身体养好 来日方长 日子还长 是不是 嗯 没生机 你挣钱 挣得到吗 你也是 是吧 都把身体搞垮了 嗯 就跟 我们家二叔 活生生的例子 那天他就去干活 在咸骨下 我们这些当子儿的 包括 那个那个 唐哥唐姐他们 天天跟他们说 天不进去 你看 现在 医院里面还未回来 哦 哦对 他在重庆 嗯 你去看看 你去了之后 打个电话 给儿园上的 嗯 在哪个地方 没有空啊 嗯 或者说你 帮你去医院嘛 那你那个医院 在哪个医院 所以你去看看吧 是不是 嗯 啊 我已经没时间 嗯 那我们做晚贵的 心意已经要到 是不是 嗯 嗯 今年过年 其实过得也不是很好 而且还没有一家人 都不应该这样 往年的话 就更热闹一点了 所以说 不想往 心里都有挂钱 身体 就是革命的本钱 真的是这句话 你要 你要体会到没有 我不知道你 是啊 反正我是体会到了 嗯 哈哈 我应该 并生有体会这次 嗯 所以呢 身体养好 你看你现在睡觉 每天晚上睡不着 我跟着你在一起 我每天晚上我也睡不着 今天睡几个小时 你今天基本上没什么睡 不行的 嗯 睡觉 是最重要的 让人一起 各个器官来那个 休息 是不是 嗯 你睡觉 你这个 今天是不行的 首先这是我们要把睡眠这个 方面呢 调一过来 嗯 其实就是其他的方面 也要调你 嗯 等你回来之后呢 我可能我也要走了 去哪呢 我不去复查嘛 我几个月了 我换了一种新药嘛 还没有复查的嘛 这个药 哦 嗯 去南京呢 嗯 去南京方便一些 嗯 嗯 其实重庆这边也挺近 但是呢 我觉得南京方便一些 因为姐姐他们在那边 是吧 嗯 方便 然后自己也熟悉那边 我的南京在那边哪个地方 我都知道 嗯 我熟悉嘛 反正一直在那边 是一样的 哪里都跑过了 我这个北京 我去过了 嗯 你那个控制好 就就好了 唉 我也说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是吧 原来这个 大国人的也不该说这些 但是呢 我们要面对事实 面对这个现实 嗯 嗯 嗯 不管任何人 包括我们的朋友们 都是你吗 身体上的 嗯 啥都不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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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